字幕提供 大家好 接下來周中發育局的賽事 形勢比較亂 因為這次的馬 我覺得有點難倒 難倒還難倒都要給大家深水 我通常選擇 那些都是怎樣 比較上是低班的長次 可以讓大家搏一搏冷碗 這隻我覺得有機會 都爆得很離譜之下 我覺得這隻有機會 在這場很離譜的情況下 會爆出來 因為貴賓什麼都有可能 記住一會兒看我的深水 未看之前做這幾個動作很重要 留言、讚、分享你的片段 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鈴鐺 最重要是什麼 看完阿彭的深水 不要說那麼多 這隻馬我覺得這次應該會有些賠率 立即看我介紹哪隻博覽碗的馬丹給大家 好 博覽碗和大家重溫325場次 和大家介紹這次的冷膽 就是8號那隻謙謙君子 謙謙君子是哪一隻呢 一檔出襲 淺藍衣、淺藍色帽 塗紅色頭罩 那隻就是謙謙君子 這次就是艾少禮奇 其實謙君子之前跑幾次1200 覺得好像長了些 今次補回1000 適合河車 不用想了 看這場怎樣贏 你就會明白我為何會介紹這隻馬 立方頭 啡色白格仔衣服 那隻就是順利取勝 接著1號 紅紫色衣服 那隻就是開心馬 我介紹給大家那隻謙君子 已經不方不忘 在第三位 移出來中路就開始追樓 好了 進來直路的時候 艾少禮也是按著姜誠 接著就開始分一下姜 推一下分一下姜 其實這隻馬已經有反應了 騎1000 他真的醒得不得了 之前那幾次 輸了幾場不同的賽事之後 這場真的 預防他真的 來一個回馬槍偷襲 我就推介這隻馬給大家 好 今次五班一千薄藍門 一隻場次 除了我推介給大家 謙謙君子之外 腳那方面有幾隻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第一隻就是2號的 合金王 今次三檔134磅 班德禮奇 丁冠濠剛剛的賽馬日 演出都不錯 希望他在貴內都盡量閒事 看看可不可以 盡量改善他的演出 還有三個月時間 合計他贏了六場頭馬 這個賽馬日出兩隻 合金王看看可不可以幫到他手 還有另一隻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這隻三號氣盡之聲 上次其實他都千二跑得近 跑過第四 留意這隻馬 其實力量真的短了 可能千二都未必能放得到 今次跑一千就再跑短一點 上次他都放頭跑 看看這次可不可以 所以他真的短二百就有個位置 或者被他偷到雞 中逸禮有五磅減七檔 都不是一個太差的選擇 最後一隻 我搏下一隻有賠率的馬 應該就是一隻 十二號的浦合超德 全場最低分 那這隻馬 你想也不用想 跑得一場就得一場 看得一場就得一場 今季快活谷千二他上個名 都是中逸禮奇 這次換了楊明倫 上次在沙田的泥地 他都跑過第四 輸四分三 狀態不錯 115磅 那還要有個一檔 看看他偷不偷到雞 這隻我也是偷雞馬 重複這次選擇 轉成普普做膽 拖合金王喜進之聲 和普入超德 好八檔 阿鵬一樣有好東西給大家 希望大家在快活谷的賽事 就一起贏多些 大家好 剛才那場 伯南門的場次 可能馬是扭到歪了 歪了歪歪歪歪歪 不要緊 這一場應該會正頭正路 我都選一場正頭正路給大家 看看可不可以這次 真的開到一些熱門Q 或者一些正路的Q 都幫到大家贏了多少茶錢 記住我們這個動作 comment、like、share我們的影片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按鈴鐺 非常好 最重要是看馬鵬的心水 非常非常好 看完鵬的心水 看完我的影片 真的非常之好 這次這場賽事 正路來說 這隻馬做馬膽 非常之穩陣 去片看看我 選了一些馬給大家 和大家重溫這隻北海道 在上一場 五班1650的演出 看見一出雜頭鵝 深色May耳那一隻 粉紅色衣服 粉紅色帽 在May耳拍著 2號 藍色衣服 中華厲害的那隻 就是北海道 現在是May耳 北海道其實這隻馬 都有少少少斑底 落到來 我覺得五班 有少少可惜 進度未如理想 其實他 最初來到香港的時候 演出也不算很差 看回看 現在前面放頭 黃藍色衣服 那隻就是喜勝威龍 中間 青紅色衣服 4號 就是閃耀掌神 這樣才會掌手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然後 現在還在May耳 這隻北海道 都貼到難 省著威尼奇 其實報名發揮這隻馬 雖然說頂磅 但也算發揮得不錯 一路看到前面 4號的閃耀掌神和8號的喜勝威龍 兩隻在前面一起燒 然後7號 白色衣服就是贏盡天下 到現在 北海道 都在尾 都留一段去衝 報名這個騎法都聰明 因為 你或者馬 有時候衝上來 如果前段用多了 後面有時候回來就散散了 一路看到 北海道都是 省著條欄 現在 進來直路的時候 都在裡面等位 開始 看到報名在中間 打算賺個位置 這裡有少少塞車 前面有隻1號的掌聲 就蓋上去 在掌聲後面 現在 就擺正唐太 去追 遲了少少 如果不是他剛才那裡 的法力遲些的話 我覺得北海道有機會 這場發揮得更加好 不過掌聲的演出都相當好 北海道在這裡 跑回第二機會 有交代 希望這次 報名的走位順順利 這隻馬 都在這一站 我覺得都是機會最高 所以我就推薦給大家做 好 第二場 五班的650 推介 除了1號的北海道之外 腳各方面 大家都可以參考這幾隻 第一隻我推薦給大家 就是一般的閃妙將神 這次配田泰安 這次不算是很重 這次是132磅 其實貴內 他在沙田1600也上過名 跑賣1200也上過名 其實他跑1650的長力 是應該夠的 但是看田泰安如何發揮 另一隻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六號的無敵精英 無敵精英貴內 其實在1650也贏過兩場 而且最重要 就是這次 都是用中逸禮 有磅減 五彭治 就整個馬 都出擊了 這次快樂谷 他都出了很多場 應該他都希望 在這個賽事 找多一兩場頭 還有中逸禮 都快會勝大師傅 有五磅減 有個三檔 都可以兼顧買 最後一隻 大家可以去想一想 就是獵匯者威 或者美麗多型 但是我會搏一搏 如果我歪一點 我就會選獵匯者威 因為 始終潘明輝有 磅減減兩磅 117磅 二檔 輕飄飄的 前一次 其實我貨車搬在好檔之下 都是上名的 這隻馬的演出 就不太準確的 前一次好表現 近一次又沒什麼表現 但是五磅馬 就是這樣 我就補這隻 有冷門 推介給大家 這隻應該有倍率 重複今次的深水 就是北海道造大安拖 閃耀將神 無敵精英 和獵匯者威 阿鵬好拍檔 一樣會有好東西提供給大家 聽完的深水 不用想太多 星期三一齊 贏爆馬會 今次穩膽 推介7場6號的無限美麗 一齊和大家重溫他上場的表現 上場是跑第二 六檔的馬都很容易認 美麗的彩衣 出閘的馬 不算特別快 留在中游位置 看到黑色衫那隻 粉紅色咒 粉紅色帽 就是這隻 無限美麗 前面 看到截主影著那隻 就是了 四號號號那隻 前面也看到 有些人和家興那些 比較快一點點 另外還有些 中華萬里 而心星 動日星 動日星 比較快點 現在留守在中游位置 現在第六位 這些位置 說真的要吃起壺上來都非常之好 還有這隻馬的跑法也挺簡單的 不會太後又不會跟太前 在中間位置拉斯發一點點力就衝 這場就被人和家兄走掉了 人和家兄越走越順 這個勢看樣子也有機會走掉 因為似乎快活谷那條直路比較短 好了 轉彩裡面看到頓哥不斷來的了 這個位置也想著 糟了有沒有機會回到那條Q呢 前面那隻人和家兄不斷放 但見到裡面涼了 頓哥說抽啊抽啊 不像以前那些勾行鞭 這些真是薄殺鞭 不斷打不斷打 就見到呢 追不就追不到第一那隻的了 但起碼都弄了一條Q 說真的這隻無限美麗 這次沒有了這些人和家兄在這裏 在這組馬 我自己覺得熱熱一點一定的了 沒得談的了 希望他就可以穩打穩擇 可以幫到大家了 上次我們種那隻水晶酒杯 都可以大家拖一條Q 找他做膽 二重賽三重賽 Q都可以 希望這隻馬膽可以幫到大家 七場路無限美麗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成老台 繼續CRS給我們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我們 按鐘仔有新片 你收到看張老師的片 你現在才是300 我們繼續野營大馬會 我們繼續野營大馬會 我們繼續野營大馬會